大家好,9月20号导演刘信达在他个人微博账号发布消息 说自己实名举报湖南电视台主持人何灵 要求广电总局下令开除何灵 这个刘信达是谁?刘信达跟宋祖德是双胞胎兄弟吧 我知道宋祖德跟刘信达是怎么知道的 大家还记得以前有一个杨丽轩 他是刘德华的粉丝 然后他爸爸为了满足女儿的要求 结果陪着他到香港 然后又从香港到深圳 结果到最后又卖了肾 替他闺女追星 结果他在香港就跳海了 后来刘信达还有宋祖德 这哥俩好像是拿人家杨丽娟找乐 当然杨丽娟脑子也有点问题 然后后来还告宋祖的刘信达 反正这个刘信达的他就是谁红蹭谁 谁热呢 他就开始挖谁 他基本上就是蹭 他就是他又是什么导演 咱也不知道他就是导过什么 咱来看这新闻 导演刘信达晒出来他照片里第一张 就是自己给北京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邮寄包裹的就是回职收据 在这收据里面清清楚楚写着 里边就是刘信达的实名举报信 以及刘信达的身份证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 以及刘信达的导演证 那么这个看这样子 这刘信达导演 这时候要打算动这真格的了 毕竟是把证明自己身份 还有就是说话分量的东西都记出去了 显然这个是真的实名 他是意图你就是要把这事情 就是要做到底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那么这个何灵到底做了什么事 就是让这个啊 这个著名的刘大导演 还有这个著名的中国作家 这个刘信达选择去实名举报呢 那么在这刘信达的文字里 其实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原因 刘信达就是也没有说 这何灵到底做错了什么 或者做了什么 那么在这个刘信达 他发布的图片里 就是我们大家看一看 在这个刘信达晒出的图片里面 首先一张是何灵跟赵丽颖 也就是疑似贴脸的照片 而且就是在不同场合 不同角度的两张照片 这手里拿着什么这是 那么对于这个赵丽颖 跟何灵的关系呢 其实以前就有网友说过 赵丽颖还有湖南卫视 这几个主持人关系都不错 尤其是何灵还有谢娜 赵丽颖跟何灵呢 他们是一师一友 与谢娜就是更是亲姐妹 亲姐妹就这意思 那么这个赵丽颖和何灵 这贴脸的照片呢 就是以前有粉丝都已经辟谣过 就两人是隔着透明塑料膜 就是贴脸 这两回事还不跟你讲 一人嘛逢场作戏 你管这么多 当然这刘信达 他除了晒出来 这个何灵赵丽颖这个何影以外 还晒出来就是何灵 还有其他几位女明星 亲密的就是何影照片 有几个女明星 还是比较受争议的负面艺人 这些艺人都是谁 我都不知道 我就看这个 以前我知道刘信达跟那宋祖德 这两个人经常犯那神经病 这个是导演刘信达 他是想表达什么呢 表达就是何灵在工作生活当中 就是处理男女关系方面 就是有瑕疵 还有不足的地方 是这意思吗 那么在这个刘信达晒的照片里面 还除了何灵 还有女性艺人的合影以外 还有何灵和吴某某的合影 何灵和吴某某 谁啊 以及何灵还有钟先生合照 还有一张是爆料的照片 是网友拉着横幅 对何灵父亲开设的公司 灵爸爸维权维权的事情 据说是因为经营问题 导致许多加盟商损失惨重 何灵也被质疑 就是割韭菜 这何灵是 他是有什么经营吗 何灵他爸爸经营 那跟何灵有什么关系 何灵他爸爸是打着何灵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名义来经营吗 那么现在在这个导演 这个刘信达他评论区呢 就是当然 有刘信达就得有宋祖泽 你看这里 这哥俩长得都挺像 这是摩擦系数比较大的 这两张大脸 互相摩擦 大家看 然后这个宋祖泽留言 宋祖泽说什么 希望湖南卫视何灵下课 典型的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孜孜不倦 引导青少年追星 何灵他自己也就算了 还邀请大批什么行 艺人上节目 令人发指 干嘛 你挡着他干嘛 你就只实话 直接说不就得了 这是 看来就是 对于何灵 网友对他印象就一直不错 我就看过何灵一次 就那个节目啊 就是我 现在都忘了 我又不看这照片 我都不想不起来何灵是谁了 然后网友对他印象呢 就是一直都不错 舞台上呢 财思敏捷 多次 经典旧场 就是令人印象深刻 生活当中的忠厚长者 对待新人和晚辈 特别有耐心 这个是网友对他的评价啊 还有人就是 就是有负面的一次 就是因为何灵老师收那个礼物 被点名批评 这个何灵收礼物是怎么回事 好像有一个 他有一个应援粉丝会送他礼物 然后他还收了 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那个事也不大 不过那个何灵他到最后都没也道歉了 还调整了那个状态 然后很快回回到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啊 那个那个不是一个大事啊 反正何灵我知道啊 名气挺大 经常听我的朋友说啊 周围的朋友就看那个华语电视的中文电视 他们经常说看这湖南卫视的 他们也说这何灵啊 怎么怎么样 挺好 我是很少看这种综艺节目啊 不知道这这次这次怎么回事 这个刘大导演怎么这么就是气愤 义愤填膺 就是要这么坚定的要举报的何灵啊 甚至还要就是要求这个广电总局要开除这个何灵 我天哪 您需要您要求广电总局开除何灵 我天 您这导演倒的也太大了 对吧 可能这个刘信达手里的确掌握一些不为人知的这有利证据啊 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最后结果如何 那我们就看这刘大导演就是到底怎么 他掌握什么 他举报了什么吧 对吧 还是说我就是为了举报而举报啊 还是说啊 我为了就是给你添点恶心 对吧 以前举报的那不就是了 那时候一张邮票八分钱 最最少让这小子恶心半年 对不对 反正这这就是宋祖泽跟那个刘信达这哥俩就是如果犯起来神经病就是什么什么行为都可以做出来啊 他们俩堪称就是迷惑行为大赏之王啊 一个大王一二王这破破牌里面大鬼小鬼就这意思啊 好吧 这要是到了